电视剧《欢乐送一》的热播呢 带火了剧中五个风格迥异的女孩 也让这个其中的扮演者乔欣呢 是真正地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由于角色诠释的是活灵活现 很多人更是将乔欣跟剧中的人物画上了笨号 嘚瑟 搞过是奇怪的意思 调色 东北画掌口就来 没错 事实上乔欣是个出生在东北的开朗大牛 搞笑的时候会说 可能正经说话的时候不会说 东北 哈尔滨呢 其实我五岁就不在哈尔滨 五岁便离家来到上海求学 17岁时 乔欣以话剧专业第一的成绩 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 跟《欢乐送一》当中的《关居二》一样 乔欣也是一个有学霸属性的存在 不过不同的是 比起只知道 勤恳做事不够灵活的观观 乔欣则对于自己的事业发展 更加有主见 其实当时也有很多 就是像大家会觉得 当时比较认识的一些公司 也有来找我说签约什么的 但其实也是机缘巧合 当时我上学的时候觉得挺害怕的 因为现在的演员约都一签好多年 我又觉得跟他们不认识 然后要签那么多年 我当时也不是很成熟的一个状态 我也不敢保证说我一定能拍八年五年的戏 可能我拍两年三年 我不想拍了 那怎么办 就当时也是会觉得 别把人家坑了到时候 由于在校期间也参演过一些影视作品 因此临近毕业的时候的乔欣 也不愁没有经纪公司找上门 不过当时的她并没有急着做出选择 而是在身姿熟虑当中 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而最终她在许多人诧异的目光当中 签约了当时名气 还不算响亮的正午阳光公司 其实我觉得当时就是 我是觉得很信任这一个团队的人 我觉得他们做事是很认真的 我也觉得像这样的人 在做事情是不会差的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未来 跟他们捆绑在一起 我的心态慢慢开始稳定下来 我也确实想把演员 当作我一个事业来去做的时候 然后我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公司 事实证明眼光独到的乔欣 并没有选错 有着良心剧发动机支撑的正午阳光 近年来推出的好剧不断 而口碑收拾皆高的欢乐颂一 则帮助初出茅庐的乔欣 顺利打开了知名度 如今欢乐颂一已成了过去时 欢乐颂二则又将强势来袭了 在第二集当中 变化最大的关键 也成为了不少人关注的焦点 摘掉眼镜化上淡妆 这次关关又大胆玩颠覆怒刷存在感 而乔欣也想借此表示 自己真的不只会眼乖乖女哦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团队好剧本好的戏 我都想去学习一下 月的星天地北京独家采访的 我都想去学习一下 我都想去学习 我都想去学习 我再 deben照顾 我都想去学习